我們接下來要來看的是 先自我介紹一下,第一次 先自我介紹一下自己 簡單的 敏感的不用講 就說我是誰 然後這樣講 我是Sophia 然後現在在講大字工業主班 然後我今天要講的是 第十二章的 Virations on Black Publications 然後這一個章節它其實主要是 第九章的延伸 我們在第九章的時候 主要有提了三個方法 一個是 Steakest Gradient Descent 然後第二個是 Conjugate Gradient 第三個是 Newton's Method 那因為現在主流方法其實都是 Steakest Gradient Descent 那所以第十一章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主要是在講那個 Teakest Gradient 那第十二章的話呢 會來講說 它的缺點是什麼 那講完它的缺點之後 會提了幾個改進的方法 然後所以這就是這一章節最主要的 就是重點 那它提了幾個改進的方法 那它提了幾個改進的方法 第一個它會首先會提兩個 就是小修改 第一個就是用 Newton 第二個呢是利用 Variable跟 Neuray 那另外呢就是 因為我們第九章還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呢 還提了 Conjugate Gradient跟 Newton's Method 它就來提說 如果這兩個方法想要用到 Neural Network的話 那我們需要這麼做 所以我們就會先從就是 來看一下說 那個 Steakest Gradient Descent 它到底有什麼缺點 那重新提一下我們的目標 就是我們的目標呢 是去設計一個 Neural Network 那希望呢 可以把它的參數調整到呢 就是它出來的結果 可以符合我們想要的 就是Fit的目標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的重點就變成說 那我到底要如何來尋找這個參數 可以幫助我快速收斂 而且就是找到正確的目標 但這件事情並不是這麼容易達到的 就是可以就用上面這個case 然後這些參數值呢 是如果是optimal的狀況下 我們會獲得這些參數值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挑了 其中兩個權重來做調整的話 那你會發現說 藍色的這個點是我們的optimal的值 可是其實它在其他過程中 有些地方它會相當的平躺 有些地方呢 會相當的陡翹 這有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會很難 就是很難找到好的目標 因為它在平坦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需要它加速 那它在陡翹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它減速 所以我們在調Leaning Rate的時候 就會遇到這個困難 因此我們可能就不能 把Leaning Rate調太高 那它的缺點就會說 我們的訓練過程太久了 同理如果你換其他兩個參數來看 其實你也會看到一樣的 一樣的狀況 你現在是換成了看B1 跟B1這兩個 來做這兩個參數的調整 那你也可以看到它的就是 它的圖形 一樣就是有些地方平坦 它有些地方抖 除了這個之外呢 除了這邊Leaning Rate的問題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對稱 你會發現出 如果我們現在畫的圖 是來調B1跟B2的話 它的圖形是相當對稱的 這時候呢 其實就會牽扯到就是我們的Initial 要怎麼去做調整 如果你Initial呢 是設在0,0的地方 那剛好就會是它的Settle Point 那因為我們知道就是說 我們要找的其實是 希望它微分等0,0的地方 那微分等0,0的地方有幾個 如果你運氣好 你就找到了Global Minima 運氣不好找到跟次好也是Local Minima 那另外一個狀況就是Settle Point 這些都是我們不希望的結果 所以呢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每次在設Initial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會都把它設0 我們都會給它一個接近0 可是是Random的的值 就希望它說 不要在一剛開始的時候 就卡在Settle Point 那另外一個就是 剛剛提到的就是Initial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再來看說 就是同樣一個 我要調整Global跟Global 但是我有兩個Initial Point 第一個點是在這邊 然後第二個點是在上面 在Any這個點的Initial Point 就是你即使是Yana Outward 你下去跑 如果你的Initial Point 是A這個點 它其實是可以熟練到 你的Optimal的Point 但是如果你的Initial的 就是運氣不好的話 其實它這樣子去training的結果 它會跑到另外一個Local Minima去 所以這一篇書呢 它就提出一個建議就是 其實我們在設Initial的時候 它建議你多設幾個 就是你可以跑幾次來看看 因為Initial Point 其實也會影響到 我們最後訓練的結果 那這張圖呢 又回到了剛剛 就是Learning Rate的部分 就是說 其實我它整個想要說的就是說 這個訓練過程實在太慢了 那我想要加速的話 第一個我可能就會去加大 這個Learning Rate 那你又會發現說 如果把Learning Rate加大 在平坦的時候 它的確是可以熟練 的確可以跑得比較快 但你當來到這個比較陡錯的地方 它會使得整個訓練過程 就Diverge了 它就會發散 你會產生一個很大的震動 所以我們有沒有辦法就是提到Learning Rate 對 但是還是可以避免這個狀況 它的第一個想法就是 因為我這個整個藍色的線啊 都是我訓練的Trajectory 那我不想看到的就是 我增加了Learning Rate 結果Trajectory變得震動很大 所以它的想法就是 我想要讓Trajectory變成Sneeze 就是讓它變平滑 然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呢 它就是介紹了一個momentum 然後再看說應用到那個neuronetwork之前呢 來看這個filter 這個momentum這個filter呢 它有什麼作用 假設說我們的function是Jub 那如果我加上 如果你直接用Jub這個來畫圖的話 或是下面黑色就是震動 震盪非常劇烈的圖形 那如果我加上這個filter之後呢 它的結果會變成說 我有一定的比例 是之前上一次的值 然後再加上另外一個e-Gamma這個比例 乘上我新的要分新的值 如果是這樣子來看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不同Gamma比下它的結果 如果你Gamma調的越高 Gamma調的越高就是說 你希望它改變方向的幅度越下 所以呢它就會越平滑 那如果把這個概念呢 就是放到neuronetwork底下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是原本我們的更新方式 就是原本Steven Descent Bipervation的更新方式 那我如果加上momentum呢 我就會有一定的比例 Gamma的比例 我的方向呢 是參考原本的更新方向 那e-Gamma的比例呢 才是這次新的更新方向 那即使呢在剛剛就是 剛剛那個調大的learning rate的情況之下 你還是可以得到一個相當平滑的tretradery 然後順利的可以收斂 所以這個圖的對照就是跟 跟這個圖的對照 就是如果你一樣的learning rate 但是如果你有加上momentum 你就可以使整個訓練的過程相對的平滑 那這是它的就是提出的第一個方法 那第二個方法就是說 那還是我就一直動態的調整我的learning rate 所以它的想法就是說 如果我的我這次更新之後 那我整個error是增加的 而且超過它會設一個可以忍受的範圍 但是如果呢我這次更新的位置之後 我的error的增加幅度 大於我忍受的範圍 那它就會不更新整一次 而且呢把我的learning rate就是調小 然後再把我的momentum關掉 momentum的作用就是說 我想要縮小我每一次改變方向的幅度 那既然這一次的更新方向其實是我不要的 因為我整個error rate的增長 大於我可以忍受的幅度了 那代表說其實我希望我有一個另外一個更新的方向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呢我就會把我的momentum關掉 然後調小我的learning rate 來找尋一個就是新的更新的方向 但是如果呢我現在整個error 它是一直一直下降的 這是我想要的結果 我會覺得說這個方向是我要的 那我就會呢調高我的learning rate 然後這時候要小心的是 因為我把learning rate調高了 如果我的momentum在之前被我關掉了 那這時候我要把momentum的weight 就是重新調味初始值 嗯 然後就是就是用這個概念 所以你如果你用這個概念的話 你其實是會有一個動態的learning rate 這樣 所以這是他要提的兩個方法 然後這是他動態調整learning rate的過程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的learning rate呢 他會在平坦的時候一直上升 然後當就是當那個方向啊 就是忽然改變的時候 如果你的error忽然增加 他會急速下降他的learning rate 然後重新找一個方向 這樣 然後來加速整個訓練的過程 這樣 所以剛剛你們兩個 我補充一個第三個 我最近常常用的 他跟第二個人類似 他也是variable learning rate 但是他不是一直動態的考整 在 開頭好像叫 won't result 什麼東西的 在PyTorch裡面 那個他們實作的叫做 cosin-er-thin-ing-lr 他把它放在schedule那邊 不是automizer 在PyTorch 他有分所謂的 automizer 不然呢 就像SGD啊 ADAM啊 這些東西 那scheduler是 他每次怎麼去 調整他的learning rate 在PyTorch就叫schedule 那其中他們實作的一個 叫做cosin-er-meaning-lr 這樣一個API 你的功能 他也是動態調 但是他follow一個cosin-er-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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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er. 全部跑完一次,只要叫一個M2 假設你周期設為100 任命率開始設為0.001 我常常用的初始值0.01 開始一路往下降 任命率怎麼降呢? 從第一次到100次除以100等份 就是0.001到0之間除以100等份 一路往下降 跑到第100個周期的時候 任命率就是0了對不對 這就是半個cos的周期 那下半個cos的周期 就一路往上升,升到0.001 所以它每個周期 如果在拍照你設 它那個cycle是100 它整個周期就是200次 那你可以用EPOC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只是我常常在訓練中 都用EPOC居多 所以都用APOC 那這樣子的效果 它不是要避免剛剛那個突然 那個cliff的問題 它的概念是 那邊原始論文的概念是說 我有可能掉入一個cycle point 或是一個logony 那這個時候 我learning rate 一般我們learning rate 都是一路降 對不對 然後降到降到很低 然後如果看它的那個 validation accuracy 沒有再include 我就停了 比如說用early stop 定一些quiteal 它就停了 或是你冷眼看那個 它後面訓練很平安 或是在有些 教科書的case 它會 如果它的那個validation set 跟它的 training set distribution 不一樣 甚至會上升 這個情況 但在它之前就該停了 一般就是這樣講 所以它一般的訓練法 就一路降了 那 但是你降了 如果它跌到一個lolo minima 就跳不出來 對不對 所以它藉由這個cycle 不亂的落它 如果它今天不信 是掉到一個不夠低的點 所以它會有機會把它拋出來 所以它在前面半個cycle cosine cycle 降到0的時候 再一路升回來 如果它再升回來 這個不是最低的點 它就有可能突破 換到另外一個更低的 所以你在訓練的時候 我不曉得有沒有圖 看一下喔 看到有沒有看到這裡 有圖可以秀給大家看 好像沒有 如果以那個training dose 你們可以看到 一般training dose 一定都是一路往下降的 一開始 會 learning rate很大的時候 它會震盪 然後 震盪完之後 會降很快 然後就開始慢慢降 慢慢降 對不對 如果你有真的實際 在training模型 寫過deep learning code 你應該知道我在講的東西 這是典型的 那個training dose的曲線 那 剛剛講的這個cosine 的learning rate 你會看到 它降下來之後 又往上升一點 但是不會爬很高 會爬 爬像爬的小山坡 然後再下去 那個爬小山坡上去 的最高點就是 你的learning rate 又回到原本的 最初值的設定 就是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 0.001 就會下降 然後爬上來 最高的山坡 但它會shift一點 最高的山坡 不見得是 learning rate 最大的地方 這是它有去的地方 然後會下去 所以你會看到 像它那種 如果你去過San Francisco 它就像那個道路 一下高一下低一下高 但是後面的 絕對不會比前面還高 它還是整體 還是一路的想像 那training 就跟一般的方法 當它降 看那個accuracy 就是validation accuracy 它也會有同樣的效應 爬上去 然後掉下來一點點 然後再爬上去 那一般可能要經過 至少兩三個這樣的cycle 就是我剛剛講 假設設了一榜的話 那你可能至少要train到 四百個epic以上 這樣的方法 才會跟圓中一路降的 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那從學理上來講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這種週期 設的相對比較大的話 它會比較容易達到一個最好的水平 為什麼 就跟 你在lending rate 降很快 其實 會 那個 最後的那個 pc會比較低 因為降太快 所以它很容易就 就在某個低谷擺盪出不去 那這樣很慢 有問題就是 你要訓練很久 那個週期就相對要久 比如說 你其實可以實驗看看 要達到同樣的 那個accuracy的峰值 你用0.7跟0.9的lending rate lending rate 去降 然後你就可以 用0.9 這樣達到 0.7就我講的 它會降得太快 所以它可能會 就 爬不到一個最好的 upmine 的accuracy 但你用 比如說 用0.95 這樣 0.5 它就很麻煩 就是 爬得很慢 但它可能會 相對的 如果 有機會 存你出來的結果 會相對的比較好 在同樣的 其他條件下 這改變 這是我提供的 現代的一個 那邊論文好像也沒有多輕 不過是 應該就是這五年 發了一些paper 我記得 pytose 確定的有音盒在用 我記得 TensorFlow 既然也有實作者 但名字不一樣 它是用那種Cycle的觀念 來做Dynamic Dynamic Dynamic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實測效果也不錯 大概 跟我之前常用一個叫 Cratle Cratle的高遠 高遠的方法就是 你的Train Loss 如果前面幾次 後面的比前面幾次都要大 你就降 按照比例降 那這兩種都比 一般 你看paper 一般paper 很多就是 比如說 跑了100個的EPAC 就降 原本的 比如說 原本的0.1 然後150 就再降0.1 等等 這叫State Learning State Learning Rate 這種方式 Training的效果都 相對的比較差 至少在我 實際 使用Case 我看過 我剛剛前面提的 那兩種 都包含 Persign 電動 還有 剛剛講的 Cratle 在我實際做過的 應用例子 都比 一種StateWise 去降的方式 要固定 到第幾個 去降多少 那樹上之後 我就不知道 有沒有實際事故 而且它有公式嗎? 好像沒有辦法公式 就是這個 它的概念就是說 你需要自己去設一個 你可以容忍的上升 Aerror上升的範圍 這樣子 所以它其實這些 它就是一個 它的algorithm就是長這樣子 就是你設一個 slash hole 然後如果超過了 你就要乘上一個 Factor 所以這些都是你要去設 設的 就是Factor 要設多少 然後 如果現在就是 是你想要的方向 那你要設 就是另外一個Factor 是讓Earning Rate增加的 這樣子 然後 除此之外 就把那個 膜面更再設為 原本你設得起 所以這些都是Factor 然後 這個剛剛那部分 就是主要針對 Earning Rate 然後 以及如何加速 就是整個收斂的時間 那接下來呢 要再看兩個方法 就是 Conjugate Gradient 跟Newton Method 看它說 這兩個方法 要怎麼樣 就是我們現在 內容到底要怎麼樣 可以運用這兩個方法 那首先先複習一下 就是 Conjugate Gradient 它的演算法 它第一個步驟呢 它一樣 會去把它初始的更新方向 設為 就是Deepness Descent的那個Gradient 那接下來呢 它要做的是 就是它要在這個方向上 找到一個Alpha 就是我們現在的Learning Rate 它要去找到這個Learning Rate 是在這個方向上 會使得我整個Cost最低的那個點 就是它第二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呢 它會利用接下來的下一個Gradient 跟我原本的更新的方向 做一個加權 然後做為我新的更新方向 然後在第九章的時候 書上其實有給例子 那它給的例子 因為它是 就是二元的 所以它就可以 第二步驟它解得出來 有公式解 可是那個時候就有提到說 如果你的 你的式子 你的函數是 就是更廣泛的話 其實你是沒有辦法用公式解 得到你這個Alpha值是多少 所以為了 也就是說 其實你在Neural Network 你在遇到的問題就是說 你第二步你Alpha到底要怎麼求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那個是因為 當你的式子是比較簡單的 沒有辦法在N步裡面 用這個演算法找到最佳解 但其實Neural Network它的函數 是比較複雜的 所以你會遇到的第二個問題是說 你沒有辦法在N步裡面 就打到你想要的結果了 那我們要先來解決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是Neural Network的情況下 我這個Alpha到底要怎麼求 那這個Alpha它的目標就是 它的目的就是我要找到一個點 它在這個方向的更新上面 是使我的Cost最低的那個 所以我的目標就是要找到這樣子的Alpha 那它用的方式呢 其實就是Linear Search 就是假設這是我F函數的值 那這是我這個方向上的所有的點 那我會先隨便挑一個起始點A1 那它會這個Alpha0呢 它會先從一個小的值Epsilon開始 然後一直持續的就是擴大這個Epsilon 就是先1倍然後2倍4倍8倍 會持續就是2倍的一直擴大去找這個值 然後去它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一個範圍 我要確定說這個最小值會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那它怎麼去找這個範圍 那它怎麼去找這個範圍 就是當我就是先1倍Epsilon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F的值是下降的 那2倍的時候也是下降的 那當我4倍8倍的時候 我會發現說我的F值是開始上升的 這時候其實你就可以確定說 你的最小值一定是落在A5到B5之間 就是你最小值一定是在這裡 所以你第一個步驟是 我們要去找出Interval 這個Interval是涵蓋我最小值的那個Interval 這樣子 那我有了Interval之後呢 我就會利用這個Interval之後再繼續細長 那其實呢 它現在需要 我現在有了這個Interval之後呢 我需要找幾個點 可以再幫我繼續切割這個Interval 它這邊要講的是說 如果你只在這個Interval中間再找一個點 這個點是沒有辦法幫你去判斷說 最小值到底是在左邊還是右邊 你一定需要再找兩個點 就是假設說我剛剛Interval切出來了 就是我這個A跟B 那我要在這裡面需要再找兩個點 然後這樣我才可以知道說 再繼續縮小這個Interval 原因是說當如果這個FC是大於B的 你就會知道最小值一定是落在這個範圍 但是如果相反過來 就是FC是少於FD的 那最小值就會在左邊這個範圍 那重點就是說 那我要怎麼樣再繼續去找出 這兩個C跟B這兩個點 那它的建議是說 我們可以用Golden Section Search 這Golden Section就是說 它會設一個Tal值是0.618 然後這個C1的話就會是 就是它的比例啊 它的比例就是這邊比這邊 這一段的長度就是會佔0.618這樣子 整個A跟B這段距離的0.618的距離我會是C 那一樣就是我的D會怎麼去找出來呢 我的D就會是就是另外一個 我的D的話就會是這邊是0.618這等份這樣子 然後去切出C跟D 然後用剛剛的想法去看說 現在到底是FC比較大還是比較小 如果FC是比較小的 我就會知道說 我就會知道說它的最小值其實是落在左邊的 那這時候我就會把B 就是剛剛這個B 就設為這個點 然後用同樣的方法 就是繼續一直去縮小這個Interval 直到說這個Interval的它的範圍呢 是你設的Trash Hold 就比你的Trash Hold還要小這樣 可以嗎? 就是它是一直縮小方法 那如果你用這個方法來做的話 其實就是最後你更新的步驟 就是你會發現說這個點就少很多 就是說它可以比較 就是用比較少的Iteration 然後去收斂這樣 所以這個是如果你要用 想要用Condrial Radiant的方法 來解這個Optimal的話 會需要做那個Linear Search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假設你比如說你會設說 它N個Iteration 那如果你N個Iteration之後 它還是沒有Optimal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是其實有很多方法 那這本書他說最簡單的 就是你再重新就是在那個點 然後再去看就是整個重來 就是說如果你的那個點的Gradient是多少 然後你就設這個 然後再重新一模一樣的步驟 再做N次這樣 那最後一個方法呢 就是牛頓法 然後一樣複習一下 這是那個牛頓法它更新的方式 那它最大的缺點就是它需要去算 你Hation Matrix 那計算上就會比較反覆 這樣 然後這是就是 那你要怎麼算那個 Ecobium的Matrix 然後這是它的公式 所以第一個呢 如果你要用牛頓法的話 最先要解決就是這個 Hation Matrix它的計算反覆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就是丟掉Hation Matrix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邊呢 這邊呢是它的就是最後 就是你導出來的式子會長這樣子 那如果假設 它這裡是假設說這個SX它會非常的小 所以其實你的二次式的部分呢 你可以不用寫成原本的形式 你可以用前面這一塊 就是J的Transpose乘上J來代表就好了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就不需要去算Hation Matrix 那這個方法呢 就會叫高斯牛頓法 所以它最後呢更新的方式呢 就會是這個式子 所以這個式子其實就是剛剛簡化的 就是把那個SX 假設它的值非常小 那你把它簡化那一項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結果 那這樣子的好處是 你就不需要算Hation Matrix 但是你就會遇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你這裡呢 你會有一個反函數 但是其實你並不是每一個 每一個Matrix 都會有反函數 所以現在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它的方法呢就是說 這是我們原本的H 就是J的Transpose乘上J 其實如果你加上一個小的Mu乘上I的話 這兩個G跟H它們會有一樣 會有個特性 就是說它們的I跟I跟的Vector 會是一樣的 但是它的I跟Value呢 G的I跟Value會是原本H的I跟Value 再加上Mu 那這告訴我們的是 當你的Mu呢 一直增加 增加到某一個Switch號之後 其實你會使得G 它整個的I跟Value都是大於0的 那一旦你的I跟Value都是大於0 其實你這Matrix就是一定會有反函數 這樣 所以它就是用這個chip 來去解決剛剛那個沒有Inverse 又有一些Matrix沒有Inverse的部分 那所以我們如果用了這個方法呢 就從剛剛原本的高斯紐頓法 就變成Livenberg Markert這個方法 所以呢這個整個方法呢 就可以寫成這個式子 就是把原本的J Transports 乘上J再加上一個Mu 乘上一個Identity的Matrix這樣子 那我就可以保證這個Inverse呢 是求得出來的 然後我們可以來看一下說 剛剛那個就是這個更新的方式呢 它的特性 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如果我的Mu值是等於0的 它就會回到原本的高斯紐頓法 那如果我的Mu值很大 如果我的Mu值很大的話 其實它就Mu就會當你這一項 那其實你就可以寫成它是1分之1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是我們原本的Stilic Descent 所以LM這個演算法 它就是取一個高斯紐頓跟Stilic Descent的中間 就是它想要擁有這兩個方法的優點 高斯紐頓法的優點是 它可以收斂的比較快 但它不一定可以收斂到Optimo 然後呢這個Stilic Descent是 它可以確保你的Loss是一直下降的 可是它的缺點就是很慢 所以它想要就是透過調Mu這個值 應該你把Mu這個值調成0 它就會變這個方法 然後把Mu值調比較大 它就會靠近Stilic Descent這個方法 透過調這個Mu值 然後取得一個中間平衡點 然後有這兩個方法的優點 然後你有了這個公式啊 其實就跟之前 之前算那個Yakobian是一樣的 只是說要小心一點就是 在帶進去的時候 計算上有一些小細節要小心的 然後以及就是我們之前 就是你要確保說你長胎的那個Yakobian 是每一下 假設你的那個training data裡面是有Q Q個target的話 那你要確保那每一下都有列出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你在算那個Sensitive的時候 它有就是它有提供另外一個公式 就是其實是概念都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為了就是對照這個方法的時候 你可能計算上要小心一些這樣子 所以這幾個公式都是那個實際在計算的時候 就是需要算的 但這裡就是非常熟悉 就是它整個式子 其實就跟我們原本的backnotation 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演算法 它到底會怎麼做 就是一樣就是我們算error的方式是一樣的 都是所有的square error加起來 然後我們需要算這個Yakobian的matrix 然後透過backnotation去計算它 然後這邊剛剛提到Sensitive 就是因為我們在算那個backnotation的時候 其實它都需要上一層的Sensitive 才可以求得下一層的Sensitive 所以這個會用到檔檔的計算 然後這裡就是它這個演算法的核心 如果你的你的error算出來是比較是比較小的 那這時候呢我就會把我的μ值下降 因為我就會希望說它更新的速度比較快 那μ值下降的話就代表說 你讓整個演算法是比較逼近高斯牛頓的更新方式 但是如果我發現說我的error呢沒有下降 這時候呢不會希望它 就不會這麼在意它更新的速度這麼快 我的目標就會說我希望它整個error是下降的 這時候我就會調大我的μ 那希望我整個的演算法 是比較靠近Sensitive Descent的演算法 所以它就會透過調你這個μ 就是在訓練的過程中調你的μ值 然後來調整就是你的error的下降速度 或者是說你整個熟練的速度 這樣 然後這是 這是你的 這是Steve Descent的更新方式 因為它會垂直contour嘛 然後這個的話它是高斯牛頓的更新方向 所以你整個演算法的更新方向就是 借在這個中間去做這個調整 然後這個是如果你用這演算法 你會發現說其實是比我一剛開始用 還要換很多的 那有什麼問題 所以它是把它的那個 來跟飛驢變大 基本上就是變大 然後變大的程度這樣 就是它會去調 就是說看你的訓練的狀況 然後去調那個μ值 那如果你μ值調大 就對應剛剛那個Iver Melu的話 它Iver Melu是調大的 但是就演算法的角度來說 等於說你是越靠近 Steve Descent求出來的結果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Steve Descent它的優點就是 因為它的方向就是要確保它下降 對 比較好聽說像 不知道這個算法要什麼 擴展到它跟類伙什麼 所以我們很多分類問題是那種 沒有它基本上都是可以用的 對啊 對 因為它有一個假設是 那是一個平方 如果說 回歸問題我比較可以想說 它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就是 Square Square Loss 那一個 在我的觀念 它這兩個是 並沒有互相有什麼相異性 所以你後面的 其實你講的這其實是 Loss Function的始作 那就看是 就是 應用 怎樣的場景 然後 採用怎樣的Loss 或者 Function 來算 這樣子 對 如果說想Log Loss 不知道它中間一些那種簡化 那種形式還在不在 我覺得是 它是通用的 因為 因為它基本上 它只是說 書上都是用這個 這個 Square Loss來算 它套用在 比如說 最常用的 Course Enthropy 或是 在做 那個 segmentation Dice Loss 或是 做人臉辨識的 Angular Loss 基本上都是一樣 比如說 我自己本身 就有用 Angular Loss 在Wata上面 它跟Zone Max 基本上 方法 訓練方法 沒有什麼不同 但是 它在 整個 那個 模型的 建構過程 它有一些 tricky的地方 它有一些技術細節 比如說 它比較不好 training 然後 因為它有一些其他的 外的技巧 它可能會 比 最 所以 標準的方法 它會有一些 要外處理 但是 這方面 它並沒有什麼 不一樣 像這個 V V平方 V回響 常常承受是error 就是如果做回歸的話 然後 log Loss 沒有 它只是這邊用的 平方 你實際上 Widget 你一樣可以用在其他的case 它這邊只是一個 Strategy 怎麼去 確保 調整Raming Rate 可以達到 最低的位置 它的目標是這樣 這些方法 如果沒計算 書上提 兩個porch 第一個叫 heuristic 第二種 這個應該是屬於第二種 對 heuristic 平常我們 深入水型那些 很多地方 其實在用 對 比如說 大家常用的adm 就是heuristic 我舉個例子 同樣的東西 我用adm做過 也有用 dowrun 做了一些論文 叫adabomb 也做過 我自己應用的case adabomb比adam要好 那我最近 又測了一下 應該是 最近半年出來 可能最近三個月 兩 有人把它 兩天paper 實作成 一篇 實作 它叫ranger 其中一天 Intel有掛名 我也忘了那邊 pepper 叫什麼 Runethead 一天叫什麼 然後另外一天 我忘了這個 你 Google打 關鍵字 Ranger 然後 Advisor 應該可以找到 它有一個 那是FaceDots AI 他們的一個 實作 我有試過 跟adabomb比 因為我原本之前是adabomb 就已經比 那個adam要好 那後來我用ranger 去 去train 但是我沒有train完 它 那個降的速度 比adabomb快很多 但最後結果 比較好 我不知道 因為那部分我沒有train完 那我從網路上面 對對對 就是這東西 我從網路上面 看到 就把這兩篇論文 整合在一起 那個結果 大家的評論都買好 所以 這個方法值得一試 這個dermizer 如果是用iDodge 你就直接 呼叫它 你也不需要理解它 直接對接就好 然後我自己應用我是 就是 那個 連activation function 我也改 我用一個叫做mish mish 的一個 螢幕 它是 那個 sign more 然後再做train h 我有點忘了 那個 十多元簡單 只有一行而已 對 對 這個 這邊也是 最近 這 應該是這一兩個月 才出現的路 之前就 就 把一模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 theta 模型 一樣 一樣訓練的 所有方法 那就只改這樣的東西 然後看到前面幾十次的訓練 它那個 收斂的速度有明顯比較快 我相信可能比書上的這些方法都要好 因為那書上 那書 成書 已經是好幾年前了 那你寫書 寫出來到 到負值 其實就更早 要更早幾年 對啊 所以這些方法可能 不見得是現在最有效 但是讀書就是 瞭解這些些 對 fundamental manner的東西 還有來龍去脈 會給你更多的 創業靈感 好 那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就謝謝Sophia 謝謝 謝謝